这是北宋仁宗皇帝的曹皇后 这是清平岳仁宗皇帝的曹皇后 哪个才能配上丹苏的品貌才华 历史上这位曹皇后 可是因为长得不够好看 才被选出皇后的 据说她在入宫之前还嫁过人 当晚就把新郎给吓跑了 但是她家世贤赫 资源实在太强大 不仅被聘入宫中 而且很快就被仁宗的养母 杨太后指定为皇后 理由是冒丑不治祸君 意思是丑一点才不会影响皇帝工作 毕竟皇后的KPI是德行 不是颜值 可想而知 成婚后仁宗对曹皇后一直很冷淡 她喜欢的是张贵妃 曹皇后也只能恪守本分以德夫人 兢兢业业的当好后宫的CEO 庆历八年润正月 皇帝想过两个元宵节 准备在十五这天再玩一次花灯 结果就被曹皇后给劝住了 仁宗的优点就是很听劝 过了几天 宫中发生一起叛乱 曹皇后还救了仁宗皇帝一命 那天夜里 曹皇后在请宫侍奉皇帝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宫女的叫喊和哀嚎 曹皇后不愧是将门出声 马上起身查看 原来是宫中有几个卫兵作乱 趁着夜黑翻墙进来 准备行刺皇帝 现在正在外面砍杀宫女 太监却进来抱说 是外面的老妈子在打小宫女 皇后马上呵斥到 乱兵就在外面杀人 你们还敢胡说 这时候仁宗皇帝也待不住了 打算出门逃走 曹皇后却赶紧关上大门 抱住她说 外面太乱不能出去 同时赶紧派人去找宫廷卫队入宫平乱 另一方面 曹皇后马上召集宫女的太监和宫女 组成临时的抵抗队伍 她亲自剪下每个人的一脚头发说 你们全力反击 明天就凭头发论功行赏 她料到接下来乱兵一定会放火 就派人暗地里提着水跟着他们 果然乱兵点火烧着帘子 跟在后面的人就马上泼水把火灭了 在她的组织和悬赏之下 这群太监宫女冲出去奋力与乱兵作战 好在这群乱兵就四个人 宫廷卫队过了一阵子也赶到了 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下来 而在这场叛乱中 有几个宫女做了叛兵的内应 这是死罪 他们通过一个闯妃向仁宗哀求免死 仁宗居然就答应了 真是人了 这时候曹皇后又出来说话了 她穿戴正式觐见皇帝 请求依法处置这些宫女 因为不这样做 内宫就有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事 仁宗让她坐下来说话 曹皇后却不做一直站着坚持自己的要求 仁宗后来才同意处死宫女 但是对于曹皇后在叛乱中救了自己一命 仁宗却不怎么感激 甚至认为这是曹皇后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 而自编自导的一出戏 差点就要把曹皇后给废掉 最后还是大臣极力反对 而且又没有证据 这事才不了了之 曹皇后入主中宫28年 始终没能获得仁宗的宠爱 与其说她嫁给皇帝 不如说她嫁给了皇后这个岗位 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还不错 请将它分享给更多人 我是真哥 我们下回再聊